嗨 大家好 我是漆二娃 我现在要去那边山上 搁点草回来喂羊 咱们走吧 看 what's up what's up how's up why's up how's up how's up how's up 咖啡 俩你还跟我抢 刚刚为了去给这个羊鸽炒 看吧 塞了个狗吃死 不过你吃的这么香 值了 过来 还有 咩 咩 咩 过来嘛 咩 你们说 它会不会边吃边拉死呀 你看这就是它拉的死 好可爱呀 我咋都知道的 这一段时间我都在看大家给我的评论 我看到这个评论我真的是又高兴又激动 就是很开心嘛 其中就有 大家给我 大家给我评论我说 哈哈 那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 结果 憨憨就是傻的可爱的样子 还有 粉 还有很多粉丝说我不太聪明的样子 那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去查 结果也没查到 然后我就想了想 原来是不太聪明的样子的意思 就是说我这个 说我 就是在视频里的风格不太聪明嘛 就是傻傻的 也符合了前面那个憨憨的意思 还有就是大家说我的普通话 其实真的我的普通话真的不好 因为我是一个四川人 然后一直待在老家 然后从小都说的是四川话 然后普通话是真的不好 我切了个青辣椒嘛 青辣椒把它切成小颗粒 然后大家都说我把它切成巧克力 还有就是切辅料 然后大家都说我切辅料 所以说我觉得很搞笑啊 我自己看到视频 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听出来也是这个样子的 还有就是大家说我 后期配音像贝克文 其实我第一期 你们又说我第一期没感情 然后我第二期出来 你们又说我像贝克文 其实我第二期 我是真的很有感情的去配音的 只不过配出来好像结果都不理想 你们都说我像小学生贝克文一样 我也没办法呀 我就这个样子嘛 然后我以后也会努力的把这个音配好的 还有很多粉丝就是说我这个声音比较粗 然后展现看着可爱 文静 结果一说话声音就这个样子 其实我平常生活中我声音也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我做事起来也特别的鲁莽 在现实生活中我就是一个女汉子 反正你们看我视频的一个都不要走 留下来陪我一起成长 以后我的普通话肯定也会越来越好的 也非常的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以后多多给我提意见 我哪里做的不好给我提出来我改正 就这样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